都是在上面 OK 這邊的話 比如說玩具 然後它這個程式會停在這裡 自信起來 這個是剛剛的那一段 再跑一次 OK 那就 先把它滴掉好了 再run一下 這個先 比如說跑一下這個玩具 OK 然後它會停在哪一行 停在這一行 所以你按F8 然後 Colon 第三 在這 查 第2 沒錯 OK 然後 跑過了 OK 這樣就OK 建議各位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先拿掉 不然的話 它會影響到 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輸出 不過呢 特別注意它有一個錯誤 比如說我把這裡面的資料 Delete了掉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 None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裡面空的對不對 那就 這裡面不能傳什麼 不能給它任何東西 所以呢 如果裡面空掉的話 那你還要再多寫一個判斷 就是在這邊寫一下 寫什麼呢 如果 如果 Target點Value 就是這個Target傳過來的什麼 Target 裡面的Value 點Value 或者你打一個Target應該就可以了 點Value 它裡面的值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東西的話 Zen 那你要做什麼事呢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那裡面的資料是什麼呢 就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清空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 貼上 等於 空字 等於 空字串 也可以 或者點ClickContent也可以 反織的話 這個才是反織 L 反織 我們就是去執行下面的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就 End if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最後記得結構一定要End if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如果把這裡面的資料 Delete掉 它會執行哪一個呢 執行清空的指令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這邊先 再試一下 玩具 出來了 Delete掉 空了 OK 這樣就沒有問題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剛剛的重點 特別注意 如果因為這個程式比較多一些些 上面還有一些相關的註解 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話 其實我剛剛已經把畫面傳上去了 請各位重整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再到 然後 這邊吧 如何判斷 應該這個 就剛剛這個 第四個畫面 在這裡 OK 剛剛這個 就這樣 上面還有註解 如果必然 再有改變 等等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好 好 喔 谢谢观看